OK,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 Selesai kan ke tak samaan Selesai kan,来,我又问回去 上三个礼拜我问的同一个问题 什么是Selesai kan,谁可以回答 华文 解决 解决 ke tak samaan 什么是Selesai kan 又来,不会哦 上个礼拜我有讲的,我还写 Selesai kan是啥意思 同 同什么解决两个 可答什么案 同时可以解决两个答案 两个算式的那个答案 同时记得 所以我需要找 一个答案或者是一个答案的 这个怎么说 的range的范围 是什么答案可以同时解决 这两个不等式 所以很简单 当我们看到这个记住 这个叫不等式 这个叫个 tak samaan 因为它有这个标志 大锅小锅 或者是小锅等于 或者是大锅等于 如果你看到等于的那个 这个我们叫 per samaan 这个我们叫 per samaan 可以啊 OK,来 怎么读 忘记哦 这个符号怎么读 L字头 L字头 对,lebih besar 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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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很好 这个 诶, stocks lv GOOD 比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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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il That's 我们 另外ans Glückw im 诶全部有在听的 给我开麦 读这个 我这样每个星期都叫 你像叫小学书 那个什么马来文 这样子你看 快点来 读了别达里巴德 阿道什么的 其他人全部给我开麦 开麦 开麦 让你优美 悠耳 悠耳动听的声音 给喊出来 来 一二三 只有一个人 这种其他人声音不好听 来 全部人来一起 很好 来 一二三 OK 这样这一个 我再讲到这一个 这个会改成 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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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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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里巴德 阿道什么的 你们要给我背 熟这个读音 OK 要怎么读给我背 OK 所以 一个是古让达里巴德 阿道什么的 一个是 了别 了别是多余的意思 余 就讲多余 OK 多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不用 我们用了别 在这边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 有什么号码呢 OK 加二呢 它的 答案呢 是大于 四的 OK 当然如果我们 不会用我们的方式 比如说 什么号码加二 它会大过四的 我们都知道 第一个答案 肯定是三 因为三加二 就是五啊 五肯定是大于四啊 第二个答案 四 OK 三四 五六七八 一百 一千一万 OK 这些号码加二呢 都会大于四的 所以这一边的 我知道 所有的答案 我已经知道了 可是问题是 是不是这些 所有的答案呢 都适用于在第二个 这个不等式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这个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同时解决这两个 OK 很简单的方法 这个你们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OK 如果谁还是不厉害的话 现在我们一起慢慢看 OK 我们先把两个不等式 这个我们叫不等式啊 应该是吧 我乱讲了 其实你们的华文 因为我离华文很远了 你们小学又没有学 小学叫什么呢 我其实很配补你们的小学老师 他们懂很多 那种语言 就很像这个华文 我已经忘到光了 OK 我们先解决第一个 要解决 解决的意思 就是要找 X是什么 也就是要找这个 V之数 它的这个数值 它的数值是多少 要怎么样知道这个数值 我就只能把X留在左边 OK 剩下的全部要往右边抛 OK 所以左边的话 要留下X 2就是多余出来的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把2丢去右手边 可是不要忘记 2 前面这个是加 这个加是属于2的 这个一定要记得 OK 然后它的前面 X的前面是没有东西的 老师 所以这个X前面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 一个positive 一个正 因为negative我们叫负数嘛 所以加的我们是正 OK 所以在这边的positive 通常我们不写 OK 可是 如果 X 这个2前面的那个加 如果我不写的话 我不能这样子写啊 那老师 那个加不一定要写的吗 所以我不要写加啦 X2 什么是X2 其实如果X跟2 你中间没有写东西 代表其实它们是乘 因为 2X 其实就是2乘X OK 所以X2当然自然也是X乘2啊 OK 所以 加减在中间是很重要的 不能乱乱丢 如果它的这个positive 是在X前面的话 那一个不重要 没关系 OK 因为那一个它没有意思 它不是加的意思 它只是一个positive 它只是一个怎么说 正数 叫正数吗 华文 哎呦我真的是华文很烂了 OK 你们讲究一下啦 就是总之是 一个是负数 一个是正嘛 OK 所以现在我要把2丢过去右手边 所以要丢过去了过后 在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谁留下来的 我们要写 OK 左边会搬掉的是2 所以留下来的是X 2会搬掉 加会搬掉 所以我什么都不写了 现在 右手边4没有搬 中间这个也没有搬 我全部照炒 OK 什么都没有搬的话 我们就照炒 OK 然后现在 加2在左边 搬过去 它会变成 加会变 阿同学们 加会变 变 对很好 如果是减 就会变加 OK 要记得加跟减是一起的 OK 所以加2 现在搬过去左边 它就会变成减2 OK 所以接下来我已经找到了 X 是要大于2 因为X 4减2等于2 所以X要大于2的话 只要X是大于2的 我把它放进来 上面这个 不等4的时候呢 OK 它永远都是大于4的 OK 比如说X大于2的 数字 比如说是3 3加2是不是大于4 3加2等于5 5是大于4的 OK 所以是正确的 试一下我们用小过 小过2的这个数字 小过2的数字 比如说是1 这个1 比如说这个X 现在我放1进去 1加2等于3 3大于4 3大于4是错的 OK 所以只有大于2的数字 才是会令这个 对 OK 所以它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你的答案 OK 如果X大于2的 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X的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如果它是大于2的 它可以是 第一个大于2的数字是什么 最小大于2的数字是什么 同学们 大于2的第一个数字是啥 3 对很好 接下来 4 5 6 如果我们没有发明 这个大于2的这个 这个符号 我们要写答案 我们只能这样子写 然后我想问 我们要写到何年何月何日 因为你可能写到 1000 1万 OK 写不完的 所以 这个呢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 用X大于2 这个东西 来代替我下面的这个答案 OK X大于2的意思 就是它的X可以是 345678 OK 一直到 1万 1000 一直到无限大 OK 所以 这个答案太广了 太多了 我无法写到完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需要发明 这个符号 以便 我可以用这个符号 来代替这个所有的答案 OK 所以X大于2 就是所有大于2的数字 都是答案的意思 OK 所以要很小心的 懂得分辨啊 OK 所以X大于2你要很清楚 知道其实X大于2 是什么意思 OK 就刚才我讲 最小的就是345 它不可以包括2啊 因为这边没有等于啊 OK 所以现在 第一个我们解决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 X是大于2的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解决了 第一个不等式 解决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找到 X究竟是要多少 OK 然后现在我们看 第二个不等式 在右手边 OK 现在我们来检查 左手边现在有4跟X 我要留下的只有X 记得只有位置数 可以被留下 剩下的号码 全部要搬掉 OK 所以要搬掉之前 首先你要检查 那个号码 跟这个位置数 也就是跟这个X 到底有什么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加减 还是乘 还是除 OK 所以4跟X呢 它们的关系呢 是乘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两 是放在两隔壁的 OK 4跟X是坐在两隔壁 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乘 OK 所以乘4 乘4搬过去 右手边呢 乘会变 刚才加会变 减会变加 所以乘会变 乘会变 除 对 除 所以左手边 4会搬掉 所以剩下谁 剩下X 大鱼没有改变 20也没有搬 它就乖乖的待在原地 新搬进来的是4 乘4在左边搬过去 右手边 它就会成了除4 乘变除 除变成 这个很明白啊 我觉得 OK 所以我现在也找到了 X 其实它要的是 所有大过5的号码 OK 所以上个礼拜 我有教过 拿一把尺 然后画一条线 因为我们需要准备 画这个号码线 OK 然后我们画两个点 这两个点呢 就是要放进去 这两个号码 一个是2 随便上面的啊 一个是5 OK 我们就选择最后的那两个号码 OK 一个是2 一个是5 谁要放在左边 谁要放在右边 难道就是因为2在左边 所以上面我就要写2 左边我要写2 然后因为这个5在右边 所以我在这边要写5 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要看谁比较小 2跟5 2比较小 所以2会在左边 OK 因为我们平时所看的这个号码线 1 2 3 去右边的话 它的数字是越来越大 所以大的号码在右边 小的号码在左边 OK 所以现在2跟5 2比较小 所以2我们放在左边 OK 然后5我们放在右手边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画箭头了 要怎么样画箭头 OK 首先你们要留意的就是 我们每一次一开始的时候 不管你要做2先还是要做5先 都没有关系的啊 我们一开始的一定是画一个圆圈 OK 在2的上面画一个圆圈 不用着急5等一下 因为一个要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OK 所以现在我们画2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R是 它的数字你看 是x大于2 大于2 我们的箭头是要往右走 还是往左走 左走 大过 大过2的数字 是在2的右边 还是在2的右边 对很好 因为大过2的数字 是在右边的 所以大过2的数字 在右边 我们就要把 把这个 这个箭头往右走 所以这个是x大于2箭头 OK 做完了x的 做完了2的 我现在要做5的 然后5的 拜托 画上一点 你不要给我画 只拿同一条线上 等下你自己搞糊涂 OK 所以你可以画上面一点 OK 所以没关系的 不要太上啊 不要太远啊 你们就接近接近就好了 OK 所以现在我这个圆圈画了 OK 然后我刚才忘记问 我这个圆圈需要涂黑吗 刚才2的圆圈需要涂黑吗 这个圆圈需要涂黑吗 要怎么决定它要不要涂黑 看这个 这个符号有等于吗 这个符号有等于吗 同学们 这个符号有等于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没有等于 这个圈要涂黑吗 什么时候要涂黑圈 忘记了哦 什么时候我需要把那个圈涂黑 同学们 谁可以回答我 什么时候我要把圈涂黑 什么时候我要把圈涂黑 同学们 看到那个等于的时候 对 如果那个符号 有这个等于 或者是这个等于 OK就要涂黑 这个两个都没有等于 所以两个都不用涂黑 然后X大于5也是跟刚才一样大于5 在5的右手边 所以给我画这个箭头 所以这个是X大于5 然后现在我们要 怎么说我们要去LORIC干的 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地方给画很多斜线的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两个箭头所相见的地方 不是相见就是说他们相遇的地方 OK他们两个遇到的地方是在这边 OK都有两条这个箭头 OK当然在箭头的这些我图我图画是因为最有可能的全部就是X的数值 也就是说全部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些X的这个数值呢 sorry全部数值呢都X的数值 5就是讲6 7 8 9 10 11 12到100到1000到1万 OK也就是说这边的这个范围的这些数字呢都是属于X的数字 OK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写答案呢 OK首先你就看你刚才画的这个红线 OK我现在画的这个红线啊 OK有碰到的数字这种关系 所以我有碰到的数字 我没有碰到2啊 所以2你不要写出来 所以现在有碰到的数字就是5还有X 所以等一下我的答案呢就只有这两个 通常如果是X一个是位置数一个是数字 我会把数字写后面 位置数写前面 所以X会在前面 5会在后面 现在我要用大于还是小于呢 OK所以我要看这边 X跟5 X在右不在这边 所以谁大 X大还是5大 X 对X大 所以我需要用这个符号 OK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如果谁到现在还不懂分辨 记得开到大大嘴巴的 这一边的就是大的数字 这一边窄窄间间的小小的 这一边就是小的数字 所以代表X比较小 5比较大 所以对了 因为 5这 一下子 我拿你错了 一下子对不起 错错错 你那个箭头换法鸟 对不起 X比较大 嗯很好 OK 这个 我想不这么怪怪的 OK 开到大大的那一方面的 就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边开到大大的 看到吗 这边是大大的 这边大大的 开大大的 这个就是大 所以X是大的 然后5呢 那边是尖尖的 所以5是比较小的 它是小小的 OK 所以就是这样 我的电脑好像有一点烫了 连续三个小时 OK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所有大过5的 这个数字呢 都是可以适合 用在这两个 一下子 我感觉它很像一件的 OK 可以啊 所以就是说 X要大过5 所有大过5的数字 OK 都适合用语解决 那两个不懂事 哎呀 OK 所以只要我们把 大于5的数字 放进这两个地方 它都可以解决这两个 就都可以让这两个是对的 OK 比如说 X大于5的 我选一个10 X如果是10的话 10加2等于12 12是不是大于4 OK 所以这个是对的 如果这个X等于10 4乘10是不是40 40是不是大过20 所以这个是对的 所以只有X大过5 才可以适用于这两个 OK 万一 比如说我现在选的X 是等于3 OK 比如说啊 OK 等于3的话 如果我选这个X 4等于3 下次 3加2是不是5 5是不是大于4 这个是对的 如果我选X等于3啊 3加2 是5 5是不是大于4 这个是对的 可是当我把X等于3 放进来这一边 4乘3 12 12大过20 对于这个就是错了 所以其中一个错 代表这个X等于3呢 它并不适合 同时解决这两个 不等4 所以为什么 我们叫 我们说X不能等于3 X一定要大过5 OK 这个我又再重复了啊 我相信你们应该很明白 很清楚啊 因为上个星期 我也有再重复了 OK 所以今天我又再重复多一次 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了 OK 所以现在做B也是一样 我觉得做BCDE 都是用同样的方式 所以现在 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看刚才 刚才我教的 我要你们做B现在 等一下你们直接教我怎么做 或者直接告诉我答案 不要看课本的答案啊 我要你们自己做现在 或者你们不要做的话 你们现在直接教我怎么做 我们先完成第一个先 我们只需要X留在左边 所以现在我要怎么做 我要丢谁 这个我要丢谁 把减3 把减3搬过去 搬过去会变什么 加 positive 很好 左边剩下 X 你知道我要写什么 X X小过或者等于 负6加3 很好 OK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减3 搬过去 右手边它就会变加3了 OK很好 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 就代表你没问题了 你应该都OK了 OK这样其他人呢 其他人我要知道 OK我现在不要选择回答 我要其他人回答了 哎呀一下子 哎呀我的电脑已经开始发烫了 OK所以它搬过去变成加3了 OK这个减3搬过去变加3 OK然后 X成功被我一个人 就让被我把它一个人留在左手边 所以负6加3的话 你会拿到负3 OK这样子我就解决了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谁要挑战 一下除了学金 我要其他人 我也没有讲错 我要骂人 而且其实现在大致上 我都大概都不知道 到底谁有在群组里面 因为我没有去看 我现在开着这个screen给你们 所以来 我要搬减4 还是我要搬3先 谁知道 我要搬哪里一个先 减3 为什么是减3 不是 看错了 啊 OK所以4跟3的话 是离X比较远 记得我们要搬最远的那一个先 OK所以4我要先搬 所以接下来 左手边会剩下啥 其他人 3X 剩下的照抄 搬进来的会变什么 减4会变 加4 很好 这个小于9 OK现在我要搬掉3 所以在那搬之前 需要检查一下 3跟X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加减乘除 如果摆在两隔壁的话 对 他们一定是成 OK 坐在两隔壁的东西 一定是成 OK 所以成翻过去 自然就会变除 所以现在我又成功的 把X一个人丢在左边 OK 留在左边 不是丢 是留在左边 OK 然后我把乘3翻过去 会变 除 对 乘变除 除变成 加变 减变加 OK 你要把它写除3 除3也可以 或者是写在下面也可以 OK 通常其实我是写下面 OK没关系 这个我会拿到3 OK 所以现在 我已经有了两个号码 一个是减3 一个是3 所以就像以前这样子 我直接画一条线 我要画号码线啊 现在 下 这个是号码线啊 这个是号码先 OK 然后我要把两个号码给放进去 OK 要放哪两个呢 减3跟3 就是这两个号码 现在问题是 谁比较小 我要放左边 所以谁比较小 负3 对很好 所以负3我一定要放在左边 OK 然后 右边我放 positive 3 OK 这个是很基本的啊 不可以搞乱啊 OK 所以现在 我们要看 哪里一个线都可以 比如说现在我做后面的线 刚才我做前面的线嘛 现在我做后面的 OK 这个是3 所以我就在3上面画一个圆圈 需要涂黑吗 要 对 为什么要 因为这边有一个等于 这个有个等于我就要涂黑 OK X 小于 小于的话 是去左边还是去右边 小过3的号码都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左边 对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讲3 接下来是4 接下来是5 6 7 8 9 去右边是越来越大 OK 所以现在我要去的是去左边 因为去左边它就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是 X 小于或者等于3 OK 然后接下来我画减3 再上一点啊 OK 减3需要涂黑吗 需要 因为它有一个等于 对 然后现在它说 要小于减3 小于减3我要去左边去右边 左边 对 对啊 小过的是在左边 小过的是在左边啊 OK 所以这个是X 小于减3 OK 所以找他们这两个箭头 所相遇的地方 OK 就是这边 OK 然后这边就是 这边我涂红色的呢 就是代表这边所有的号码呢 都有可能是X 然后我这个红色的先动到的号码 就是减3 我并没有动到3啊 所以等一下你的答案里面 不允许有3 只能有这个-3 还有这个X OK 因为只有这一些地方才是属于X的 OK 所以现在我能做的 就是只有把这两个呢 写在最下面 OK 我现在知道的答案肯定有X 肯定有减3 我再重复 位置数也就是ABC 你要写在前面 数字写在后面 OK 然后现在我要放小于还是大于 很简单 X在左边 减3在右边 所以哪里一个 我要用上面这个我还是要用下面这个 X小过或者等于减3 对很好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为什么呢 尖尖的这一边就是说X呢 其实就是小 看到吗 X在左边 这边开到阔阔的 就是这边减3就在右边 OK 所以这边开到很阔 看到吗 OK 所以这个开到很阔的那一个呢 就是大的 所以减3比较大 然后X比较小 可是现在 OK我要不要画一个等于呢 首先你就看这个减3 上面这个 这个图黑 有图黑的话 代表它需要有一个等于在那边 所以我现在画一个等于 OK 所以X小于或者是等于减3 所以就是说 所有小于或者是等于减3的号码呢 就是它的答案 OK来给我 所以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小过或者等于减3的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减3 对 第一个就是减3 第二个 在小过减3的 减4 对 减5 减6 减7 减8 减9 减1000 减1万 减1 到减1 减到这个什么时候 很多很多很多 OK 所以这个答案通常我们不写的 我们只写这个 就是在正方形里面的 OK 这个就是学减3是你问我的 很好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好 然后解决了咯 就是说所有小过或者等于减3的呢 都适用于解决这两个 不等是 完了咯 OK 所以其实 C D E F 都是用同样的号码 同样的号码 同样的方法去做的 OK 所以还要我 还要我那个什么吗 显示吗 还是你们其实已经会了 都OK了吗 因为等下这些 他的答案我全部会放在这个群组的 数学群组 或者是 BCDEF sorry CDEF 要我要我重复哪里一个 CDEF 你们选一个来 给我 我在这边做 如果做多一个就好了 因为还15分钟 我电脑已经开始很热了 它已经不能 不能再继续了 来 同学们 还是全部都会做了 所以不用我解释了 F F OK 来 6X加5 大于3X 加14 6X加5 大于3X 加13 加14 13X减4 OK F 上个星期 晚上有那个什么 就进来 我再重讲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要同时解决这两个 不等式 所以照样的 我说过 X只能留在左边 OK 然后数字 全部要给我丢去右手边 所以如果谁已经很厉害了 你可以直接 在同一个 步骤里面 把这个数字 丢过去 然后再把这个X 搬过 搬过去左边 但是如果谁觉得很乱 OK 我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我就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X 全部确保它在左边 所以在右边这个 我一定要把它丢过去 在右边这个 它没有加减 其实它就是加 这个加是属于14的 你们不能碰 OK 这个是只要14搬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加一起搬掉 OK 换成减 但是现在 我这个3X的呢 它没有的话 代表其实它前面就是 positiv 就是加 OK 所以左手边 谁都没有搬 我就照抄 记得 没有搬的 全部照抄 搬进来的 全部放后面 所以 加3X 现在会搬进来 加会边 减 这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了的 OK 加会变减 减会变加 永远记得 加跟减是一起的 乘跟除是一起的 OK 所以现在变成 减 3X 剩下的都没有变 OK 只是这个搬进来而已 然后 加14 通常 加我们是不用写的 OK 我们只需要 写一个14就好了 因为加在这边 如果前面没有数字的话 这个不读加 这个叫positive 它只是一个 显示这个号码的 这个 状态 它到底是复数 还是它不是复数 OK 所以如果前面有号码 它才读为2 加14 如果前面没有号码的话 我们不读加 我们读positive而已 它没有意思的 OK 所以前面这个positive 我们可以直接不写 然后现在 6X 加5 减3X 6X 加5 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有数字 跟位置数 两个不同样的东西 你不可以变成11X OK 完全不能做什么 但是如果是X跟X之间 它们叫sebutan serupper serupper 是一样的 所以一样的 就是说 只要它的位置数 是一样的 它就是sebutan serupper 不管它前面的数字 是什么 OK 比如说 Y2X 跟减3Y 2X 这两个是sebutan serupper OK 3分之1 X2Y 5.7 Y X2 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Y有一个 X有两个 Y有一个 X有两个 但是数字 并没有影响 它是不是sebutan serupper OK 所以数字 可以不用管它 你最重要看的就是 X跟Y有几个 OK 它们只要数量 是一样的 它就是sebutan serupper sebutan serupper 不然你就是可以做加减 OK 所以在这边 这个X 跟X是可以做加减的 所以我把X跟X呢 全部放在一起 OK 我要把3X放在它的旁边 可是不要忘记 这个前面的这个减 是属于3X的 所以减3X 我需要搬到6X的旁边 OK 所以减3X 然后呢 这个5呢 OK 这个加是5的 所以等一下 我也要把它变成 不是变成 我就是把它搬去后面 罢了 加5 不能变简5啊 为什么不能变简5 为什么加5不能变简5 我们只是调换它的 自身 对 我们不是把它搬过去 我们不是把它搬去右手边 把它搬去右手边 就很像我们有 你们玩象棋 不是有储合汉戒的吗 OK 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是储合汉戒 这个符号 大鱼 这个符号 它其实就是一个储合汉戒 只要过了这个储合汉戒 它就必须要换掉它的符号 加变简 变成变成 啊加变成 啊 sorry 成变除除变成 OK 所以现在我只是调换它们的位置而已 我只是把左边的换 就是这样 这个换过去罢了 OK 然后这个又换过来一阵子而已 OK 所以我并没有存在把它丢到去另外一边 OK 所以这个不能把它变成减5啊 这个我只是排序而已啊 OK 所以记得 你们很常捣乱的就是 很多人会写6x加3x减5 OK 不要忘记这个加不是属于3x的 OK 这个加一定要一起带着走 5一定要把加一起带着走 3x一定要把间一起带着走 啊 你们很常就出来这边 OK 所以剩下的我们知道 朝 放在旁边 方便我们看 方便我们见 如果谁很有自信 OK 你这样子看 你就知道6x减3x其实等于3x 你可以直接不要这个步骤 OK 首先是你要确定你不会乱啊 OK 所以如果谁会乱的话 你还是乖乖跟着我 OK 所以6x减3x等于3x 然后加5造草 大于14 OK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像回去刚才这样子了咯 我要把x留在左边而已啊 所以3跟5我要搬 记得我们要搬哪里一个 先搬离x最远的那一个 14没有包括在里面啊 因为14已经经过除和汉界了啊 他在另外他在合的对岸啊 我现在要在左边的 所有的左边的都要啊 数字我都要搬去右手边 不包括14 因为14是自己另外在另外一边了的 OK 所以现在3跟5 5最远 所以我等一下要搬5过去 记得搬5之前 一定要把它前面这个也一起搬掉 OK 所以在左边只剩下3x 大于14 加5搬过去变成了减5 OK 这个我们很厉害了的 OK 所以照草 因为我要解决右手边先 14-5我们等于9 OK 所以3我要搬 现在3跟x 他们的关系是乘 记得两个弊的就是乘 OK 所以乘3x搬过去 乘3搬过去会变除3 乘变除除变成 这个我重复很多遍啊 对不起 我用青色 OK 所以左手边的3会搬掉 所以只剩下x我成功了啊 OK 所以大于9 乘3便出3 所以呢 左手边剩下x 右手边剩下3 所以x大于3 就是要解决以上的这个 不等式的 OK 它只是给解决上面这个而已 OK 如果是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又有第二个的做法 我们也要做第二个 所以第二个也是一样 现在左边又有x OK 我现在我左边不能 啊 sorry 右手边跟左手边都有x 所以我现在右手边的x 我一定要搬过去左手边 OK 所以 现在我再看检查一下 9x前面没有 它就是一个positive OK 所以它搬过去右手边呢 它就会变成 加9x 减9x 搬过去吗 这个是处合按键啊 所以9x搬掉了 右手边剩下什么 整个9x搬掉了啊 右手边还有东西吗 没有 对啊 没有啊 我写一个0 没有啊 9x我搬过去 变减9x了啊 所以右手边啥都没有了啊 所以写0哦 OK 谁如果已经第一次就看到了 你可以直接把减4 搬过去变加4啊 但是如果谁看不到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OK 然后13x切记我们要把subcutant server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减也是它的 所以减9x搬过去会变成 加9x吗 要写加9x吗 现在我们有过储核汉介吗 同学们 我们有过储核汉介吗 没有啊 还是左边啊 所以我们不能把减变加 我们直接造成 我们只是把它排序 排在一块而已 方便我们做加减 所以13x-9x 我们按计算机的话 你可以拿到 4x-4 大于0 这边你就不要忘记啊 不要突然间变成加9x啊 Excuse me OK 现在我们造就 两个是 离x最远的那个4先搬 所以我会先搬这个 哎呦 它已经开始慢慢的 发热这个电脑 OK 减4 所以它需要搬过去右手边 所以左手边呢 我们现在剩下4x 0加4 谁不要写0加4 直接写一个4也可以 OK 因为反正 0加4也是等于4嘛 所以我直接写一个4就好了 OK 所以现在 x大于或者等于 多少 现在我要做什么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翻过去会变 除 对很好 4除是 x大于 或者等于1 OK 我终于又拿到了两个号码 一个是3 一个是1 所以照刚才这样子 我画一条 先我要做这个号码先 OK 现在我有3跟1 不要跟我讲 老师3在前面 所以前面我写3 1在后面 所以我写1 不是这样子 我再重复 我们要决定 谁在左 谁在右 你要看它的数值 数值是什么 1跟3 1比较小 它的数值比较小 所以我们需要放在左边 然后3放在右边 OK 所以x大于3 我先做3 OK 3 我画一个圆圈 不用涂黑 因为它给的符号没有等于 OK 所以大于3 去右边 左边 大过3的 全部在3的右边 还是在3的左边 大过3的 大过3的 去右边 去左边 好像 马上只有学经一个回答 如果我学经没有回答 其他人就不回答了 就没有人理我了 OK 去右边 所以这个是x大于3 接下来 我要做1的 可以画在同一行吗 不可以啊 因为等一下你画的那个箭头 怕它会怎么交叠 所以我需要画高一点 OK 这个需要涂黑 因为它给的符号 有一个等于 这个我就要涂黑 所以x大于 或者等于1 大于就要去右手边 所以x大于 或者等于1 OK可以啊 所以现在我们要找交叉点 不是交叉点 对不起 是他们相遇的地方 所以相遇的地方是这边 所以我这个红笔的 画的东西呢 画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区域呢 都是有可能成为x的数字 OK 然后我现在这个红色的地方 我有碰到的数字是3 所以跟1没关系 OK 所以现在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把3 对3小 因为3跟x 3在左边 x在右边 右边的都是大的 OK 所以3小 x大 我需要涂黑吗 需要涂黑 我需要画一个等于吗 看这个3 这边有涂黑吗 这边没有涂黑 没有涂黑代表没有等于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后的答案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x的数值呢 是大于3的话 OK 它就可以同时解决 上面这两个不等式 OK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时间还剩下3分钟 有问题可以问 没有 都很明白 都很厉害 可以的话我就结束的啦 同学们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